在马来西亚如果没有设立遗嘱的情况下 将如何被分配呢? 那么生活在马来西亚 很多人似乎忽略了一个极其为重要的现实 如果是说你没有立遗嘱 你的财产将如何分配 尽管很多人明白了立遗嘱的重要性 但实际行动之中 只有少数的人会采取这样的行动 原因可能是找不到适合的时间 或者是年龄上幼的认为 没有必要考虑到这个问题 另一些人则是因为拥有的资产相对较小 或者是害怕谈论到生死的敏感话题 而迟迟未做出这样的决定 根据研究 从马来西亚独立1957年至2016年 大约有价值600亿令吉的家族房地产无人认领 这个是一个庞大的数目 数字来源是2007年的400亿令吉一路增加到至今 这个凸显到利益主的重要性 确保您的财富得到合理的分配 传承给您所珍爱的家人 那么如果您是在马来西亚没有立遗嘱的情况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首先 你的财产将按照法律规定来分配 但是这很可能无法真正反映到您真实的意愿 这可能导致一些不如人意的结果 因为法律无法理解你的个人需求和愿望 此外一位管理出的LA的费用相对较高 程序时间也较少 这将增加家人的负担 不仅耗时时间 还带来了额外的经济压力 那么其次 如果你没有指定孩子的监护人 法庭是无法做出这个重要决定了 这可能导致家庭内的政治和法律的纠纷 不仅影响孩子的稳定成长 还给家庭带来不必要的紧张 最重要的是如果您没有指定实行人 或者是我们说的受益 比如孩子 推选执行人的程序 将需要获得所有受益者的同意 这可能引发更多的分支和沿路 使这个遗产分配变得更加的复杂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事件的复杂性 无疑为续程可能需要花费2-5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此外经济衰退也可能会 严重影响您的遗产价值 因此制定遗嘱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决定 它可以确保您的遗愿得到实现 遗产得到合理的分配 维护家庭关系 同时减少法律程序的时间和费用 那么在马来西亚 制定遗嘱是一个明治 和负责任的行为 为您和您的家人创造 更安心和有程序的未来 此外虽然外国公民在马来西亚 享有继承权 但是根据马来西亚法律 国土法典 所有外国公民必须在继承马来西亚 不动产之前获得州政府的批准 那每个州政府的批准条件都可能不同 因此你在马来西亚 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 离嘱执行人可能需要支付 一笔费用给州政府 以获得相关单位的批准 那么以便外国人受益人 继承不动产 那么这一个费用下来 预计将在数千令吉部的 总之 制定遗嘱不仅是一个法律义务 更是一份珍贵的关怀和爱的礼物 那么为您和您家人创造一个 更加有程序和安心的未来 不论您的资产规模如何 不论您的年龄 都应考虑制定遗嘱 以确保您的遗嘱 遗愿得以尊重 那么财产得以妥善的分配 遗嘱不仅是一份法律文件 更是您对家人的深情寄予 为他们提供指引安慰和支持 所以不要拖延 让我们一起为您的未来和家人着想 制定一份有利的遗嘱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还没立遗嘱的您 不妨趁这个机会好好思考一下 一马海外带你了解马来西亚时事